很多人不知道来台湾的国际旅客可以这样子玩 背着相机到台中大雪山赏鸟 而发展生态旅游最好的方式 或许就是透过最小的改变 并且不破坏生态来完成 而台中大雪山之所以它适合发展国际级的生态旅游 是因为我们一年四季都能够赏鸟 有些国家可能只有几个礼拜到几个月 并且有28种台湾特有鸟种 尤其是吸引英国美国甚至北欧的旅客 当然来自日本的也不少 而TBS采访小组就在追鸟拍鸟的过程当中 果然我们用镜头捕捉到国宝鸟地质 在临边悠闲地漫步并且觅食的画面 我们非常幸运在小雪山庄往天池的步道 遇到了地质家族 现在时间是下午4点钟左右 地质家族吃饱之后就要回家休息去 它是迷雾中的王者地质 公鸟的语色是带有金属光泽的深蓝色 我们秉行凝神小心记录 在大雪山出见地质的惊喜 清晨黄昏起雾的时候 在林道边有机会遇见地质迷食 听鸟友说 经常有人等上一整天都落空 依旧不放弃 大雪山还有更多台湾特有种 吸引鸟友不远千里追逐守候 所以让国际鸟友吃名的五十里路 就是这里大雪山领导 我们所在位只是23K的观景平台 是鸟友口中的野鸟餐厅 这个季节山童子成熟 所以鸟类会来这里觅食 没有我们有机会 在这里见到28种的台湾特有鸟种 我们刚刚就跟蓝富贤 有了一个惊奇的巧遇 发现又犬之靠近 蓝富贤瞬间溜得不见踪影 深山逐击呼叫同伴快来吃饭 漫步觅食就像一团移动的绒球 抬头看还有惊喜 山童子结出满树燕红 鲜艳玉滴的浆果 吸引各种鸟类前来饱餐一顿 用你的外界找那个红果子在跳动的鸟 跟着它 听背山却再吃个红果子 这好快哦 对他们移动就是这个样 因为目前他们还会怕天敌 拍到了 脸颊有醒目白斑 是青背山雀 全靠追鸟人帮忙听声辨味 小丽芬是国内极少数 统统合格阵照的日语鸟岛 在团支历十一年 难分辨鸟鹰熟知鸟类习性 有几个球状吗 其实现在那个红圈组合 一直在佛景刚好听到声音 那是鸟巢吗 不是 它是一种植物叫桑寄生 先找它的食物 还有它会经由的那个路径 那像这个樱花树下呢 樱花树的话就是说有一些鸟 它是来吃它的蜜 有些是直接吃它的花瓣的 山樱花是幼鸟树种 东市领馆处在领到沿线种树 丰富鸟矿 青背山雀来了 黄腹流离 转个身让你拍正面 鸟儿再树梢跳跃 树下大炮群早早来守候 记录精彩难得的野鸟行为 不是老手们的专利 即便没有高端摄影器材 没有鸟岛带路 追鸟新手 在大雪山不怕状况外 像日本人也非常多来到我们这边赏鸟 所以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增加英文跟日文 这样的一个鸟类简介的摄影 它拍到的鸟种 也可以在我们游客中心的服务台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一个互动 让我们也知道说 这个整个大雪山 目前有哪些鸟种是出现在哪个位置 或是它有没有什么迁移的状况 爱鸟人士也是公民科学家 吸手保护生态 易于观察成为珍贵的保育情资 台湾野鸟协会多年来 协助东市领馆树举办大雪山赏鸟大赛 理事长林种南带我们去看 大雪山成为国际赏鸟天堂的关键 三下是从台中的东市 东市跟竹南市连接在一起 从平地一路缓升到海拔2600公尺 地中高海拔 涵盖暖温寒三种森林带 独特的生态体系 孕育丰富的鸟类生态 地质也会在这里山坡活动觅食 在就是杂草区跟所谓的人工的开垦区 这边交接住 是他们主要的牧食的区域 然后再慢慢地往下行 是 这些野生动物几乎都是这样子 就是三腔 对 两个 就它的体有两个体 所以它踏下去就会分成两个凹痕 台湾一年四级都能赏鸟 有些国家赏鸟记 一年顶多两三个月 外国鸟友来台追星 英国美国比例最高 北欧澳洲 日本大陆新加坡 人数稳定增加 都想一次集满珍稀的台湾特有种 转往西边湿地 也有机会痛然心动 每年的12月到1月 全国各地的鸟友会打起精神 一起来参加这场重要的盛会 新年数了嘉年华 今天我们的镜头也带您一起来参加 大家鸟友们拿着望远镜 一方面用心记录 也很像在用眼睛抓宝一样 西边出现目标 瞭望手发现翠鸟 这个单音的叫声就是翠鸟 好 翠鸟 转身 再来一个正面特写 翠绿色带有蓝色点番 如果没有资深鸟老大 瞭望定位 我只会看见左下角的白露丝 错过右上角的小黑点 是一只体长约16公分的公翠鸟 熟鸟调查考验眼力腿力 一趟下来最少要走三个小时 还得竖起耳朵专心听 有另外一个 连续的声音 有没有听到 有没有听到 这就是三红头 来 鸟熊老师那边的图线上 可以看到它的头部 顶端有红色的蕴毛 看到前面的树在摇有没有 它在上面觅食 镜头是回下来的 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 走不到一百公尺 我们已经记录到 有十九种的鸟类了 熟鸟记录 透过Ebird app 跟全球三十多万人 使用的少鸟记录资料库 胡缝接轨 你到底走了多远 那看了多少种鸟 然后花了多少时间 我们都可以完整地去记录下去 所以鸟就出现在我们的名单上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就记录 全国各地鸟友连续六年 从一百七十多个直径六公里的样区 完成鸟调回传资料 呈现台湾东境鸟类状况 提供给特生保育中心 以及中华民国野鸟学会 作为保育台湾鸟类生态资源 重要的依据 这是一场全国性的公民科学活动 第一次参加的鸟香名大有收获 台湾鸟类特有种的密度 堪生亚洲第一 大雪山最难见到的三鸡 地质 蓝副鞋 深山竹鸡 这趟采访一次击满全拍到 小鸟人形容这是吹着口笑下山 找鸟拍鸟 分享其预计 镜头下的曼妙飞鱼 见证宝岛生态资源 丰富珍惜 GPBS新闻卢红昌油浩亭台中采访报导